第四年期的课程 爸爸妈妈们好 我是把三年级孩子带到四年级的地球王 想要跟大家分享12月四年级的课程 四年级学什么呢 虽然我们说会把这个四年级的孩子呢 交给补习外面的学校老师去教 可是呢在12月呢 还是会有我们中心老师去教孩子 但是你不要担心 因为我们都是一群的教补习的人 是不是很厉害呢 第一周呢我们是学博语 国语呢是有我们的七字瓜教 七字瓜是国文相当厉害的老师 这周的国语他安排了 让孩子认识四年级的国文标准考卷子 七字瓜会教他们分析国文的试卷一和试卷二 还会教他们呢 怎样在试卷里得到更好的分数 因为今期五才得够 所以呢今期五才会用中和孩子们一起分享 这个三年级和四年级有什么不同 像你在review听到的陪伴孩子的两本书 Presentation 还有就是心灵上的准备 来到了第二周我们学华文 我们的华文会有地球出来教 地球就会教什么呢 okok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四年级的华文标准试卷对吗 知道了我会打技巧 知道知道还有学生常犯的错误吗 ok咯就是试卷一试卷二啦 所以你知道了咯 接下来就到我们能教英文的试卷性 试卷性会教Idials and Problems 还有英文UBSR的课试 Paper 1 and Paper 2 来到了第三周 就轮到我们的Teach Ong出场啦 Teach Ong说 四年级的科学程序技能很重要 所以啊你一定要来上课 如果你有看到孩子作业的前20页 你就知道Teach Ong正在练乱孩子 What? 开玩笑的啦 其实我们很认真的在为孩子的科学程序技能打好 基础 因为这是会影响孩子一等年要学习的一切 一切 你知道吗 现在来到了第四周 也是我们今年会上课的最后一周啦 这一周就轮到我住场 数学是我的成像 这一周我不只是教他们数学哦 还有好玩的设备心理学 你觉得我会吗 到时就由你的孩子来告诉你 12月24号 大型收成词 孩子你们幸福吗 爱听我们还有线上玩游戏哦 接下来就到Jingle Bell Jingle Bell过后 不要来这样哦 因为没有人在 究竟会shut down四天 所以你和老师一起好好休息 我们明年2021才见 做电话分享就到此为止 拜拜 记得要按like和subscribe哦